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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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懷玉近日受邀到大陸參加綜藝節目 12日播出第一場公演 但卻被網友發現 徐懷玉明顯更不上舞步 甚至多次在表演中 偷瞄旁邊隊友的動作 在網上飽受批評 而他的經紀人也在13日發長文表示 自己雖然無法參與節目的所有過程 但看到徐懷玉能力練習 自律地要求自己 就是希望能透過表演 讓一直支持自己的粉絲感到驕傲 但他坦言因為演唱會很早就開始籌備 後來和該路縱敲定時 才發現時間非常接近 因此奔波的行程影響了徐懷玉的體力 畢竟他早已不是少女 縱使滿滿熱情也要坦然面對不完美的表現 經紀人也表示心裡感到很心疼 儘管需要一段時間重新找回站在舞台上的節奏 但經紀人會陪他一起面對 給大家一個最好的交代